4X1打4X1 4X9离城打4X9离城好像 我去 脆弱是真的脆弱 醍醐都不知道骑哪去了 化身醍醐都来不及 九离城已经躺下了 嘴响 下来的个名 一回合两个红海二很舒服 下回合只要是三个技能 依然是这样如法炮制 两个 两个一服开天最后跟力皮上去 反正老板没有换就对了 道理是这样 但是他现在这个点杀也没什么问题 不会刻意把节奏放慢去叠满天 你要是几回个叠不出来 那中间都清好多宝宝了 有用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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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回合俩宝宝 他这个纽约算有点耐 不过化身可以再拉点金刚 可以宝宝也把金刚拉上 这波善恶对面现在九离城躺在地上 还要出宝宝 暂时不会太好清的 而且我们这边还在继续持续轻从 什么东西他武装现在才出手 没事问题不大下温哥接着清就行了 突出一个快 我也不知道宝宝是什么意思 对两边阵容是一样的 但是你看下变卡就看得出来 对面的属性还是偏保守一些 我们这边相对激进四张慢珠进去了 风隙和辅助的速度是硬要抢的 然后这样的话没拉起来 化身拉后体了 可能是宝宝拉子 一个人单杀满血武装 配合四肢善恶 魔神之刃 魔神之刃好像用的是 魔神之刃 伤害要高一点 这个我觉得主要问题在于 他点Boss下巴可以接着点 九里比化身还快 我只要拉起来不是中无魂 再压 这怎么搞 而且他化身还不一定能出手 他还不一定能出手 他每回合都可以保持这样一套连贯的输出 这个就比较变态了 比如说这把要点啥的话 地夫给九里城挂小死 点着九里城风影二刃 就够了 然后剩下的 打的继续打到武装身上 小双没挂上啊 没套中武装 武装有个那个 花护 出了个超级强力啊 但是女儿村宝宝有神技 有高神技 所以超级强力是打不转的 他九里城身上好像就这一个增益状态了 可以娃娃鱼 再挂小死亡 打转圈就是会 就是超级强力的那个降低攻击的效果 打娃娃鱼了 没有防盗这一点 不然的话武装应该会继续点着天地 下一回合对面九里城身上的这个 拼廷鸟挪也将消失了 他都不一定是滑到 你知道吗 因为他知道九里城不可能给他加血 也加不上血 所以 他有可能就是点着那个宝宝 继续打的 因为他知道凤影二人伤害就能把他弄死 继续破家 继续破家 一路 都更是 那这样的话女儿孙把金星放了 让武装把天地补上 不够紧 这把是防女儿孙风九离的 所以骑虎的九离城 还去还阳德 反正也没抗性 伤害拉满 因为他已经水清了武装呀 水清了武装以后 末日女儿孙风不中武装 那还有可能会风九离 当然你要说防消死亡也可以啊 也有这个想法 不是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是这样的 如果他怕武装被封出不了天地的话 那他其实不应该水清武装 而应该水清化身 这样化身一定可以醍醐出来 对不对 你可以理解为他水清的谁 就是想哪个单位一定能出的 另一个单位呢出不出看运气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因为武装可能会被碎雨 化身是会被套嘛 那我只要把化身水清了 那化身的醍醐就一定能提掉了 还有这个问题 对面地府比化身慢 他这个骑虎是防不了消死亡的 只能防那个女儿孙风九离 点不了人还是只能轻薄吧 我觉得九离城还是他现在身上就一个状态 要给他多搞点状态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 大家应该都会去带海星玩玩鱼 有了 这把也没防 本来的话武装也是可以点的天地的 两边都都没去考虑这个点 当然了 如果你九离城一个人就能直接把对面地府给秒了 那当我没说 差一点点 并没有把他秒了 那血转 转麻了 属于是 真一下对面女儿村 地府延掉就行了 没事没事无所谓 就躺两回合 我们这边女儿快吧 如果他快他会真地府 我们这边快就是真他女儿的身 他快 但是他没有真 他真的觉得我们这边不会延吗 死的是地府应该会考虑延一下吧 万一能延出来呢 去挖小索啊 牛逼 你这少了个 少了个一尾独将 速度稍微差了一点 不太对劲 武装因为他武装快 化成要把这个一尾独将给补上了 也是一样 非俩宝宝宝 对他刚才给自己留云了 可以拉隐功吗 不用着急拉第一厅啊 女儿生不是有一个超级隐身的一个双喜的 隐功吗 坏了两个宝宝都没拉出来 想起来没丢 大哥一尾独将啊 这波女儿生不知道干啥 封锡 哎呦我这样一波节奏又给他缓了过去 顶不想起来 不太可怕 不太可怕 对 鼻子 我 我们 可以 開始推面上壓血量了 這把有一個點是可以女兒 武裝把對面九離層給砸死 然後他是用那個一號孩子強了 但是如果我們這邊用慢的拉起九離 九離比他快可以再壓他 那他這回合就出不了鎖 背景因為就這樣 你實在不行可以把電腦和手機聲音調大一點 再點 補了這個一尾毒漿 他算一下這個血量剛好能胡死 的確是 可惜沒證啊 這波點殺還是挺好的 真的不好防 你也不能讓他把把封地府不能封中啊 我允許他有封不中的時候 那這把武裝輕負望遠抖動狀態 你總得想辦法讓他九離層出不了鎖吧 就像我剛剛說那個套路啊 就武裝先砸 然後慢的娃娃拉九離層 九離層再壓他九離 這樣他九離就出不了鎖了 哦大死亡中了 他點的九離成是屍體掛的消息 他覺得我們這邊會用高速拉九離 因為4x9離層太猛了 可能是 這裡有一個有意思的點 不知道對面帶有沒有帶乾坤挪移 如果他帶乾坤挪移 可以把九離成乾坤挪移了 那大死亡也就沒了 就是看他捨不捨得 一方面是帶沒帶一方面是捨不捨得用暴露這個東西 畢竟你拉洋戶也可以 但是拉洋戶你也得拉兩隻嘛 什麼驚心了風中了 報警了 這個 這個真是爆大禁 怪了還中無魂了 還好他沒點 嚇尿了 我還中無魂了 讓對面換洋戶去 靠沒死 不是你還是死了吧 躺在地上安全一點 你現在站的我覺得更 更慌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 保證九離層這個天地一定能天梯上去 你說女兒村人開武裝 他可能點了武裝風 那你女兒村人水清武裝 只能水清 然後他點的碎玉又開始 沒有 突然有個燈 砸是砸不死的 又風中了 已經想到他可能會卡風 但是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水清也水了 怎麼辦 希望能扛住 因為對面沒有九離層只有寶寶 在沒有天地的情況下 還是有一點抗心 什麼九離層人給女兒村頂了 他不想用門派技能降 降防禦 但是啊 我不知道 是我的理解上有問題 還是說他跟他的描述是不一樣的 他這裡的 描述是 每回合首次使用 失門技能前 會臨時將自身防禦的5%到4% 轉化成傷害力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九離層玩家 你在那個技能列表上 他上面會這麼寫 效果持續到你行動結束之後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 按照他的這個描述 如果真的是正確的話 你行動之前把傷害轉移完了 行動之後 這個效果就沒了 那不是防禦也沒變化嗎 對 那按理說就是不減防禦了 但是 但是我看那麼多人好像都很 在意這個事情 還是說 是他的描述其實是有問題的 實戰當中的確減 因為他們畢竟打PK的人嘛 他們肯定比我有數了 所以 我這點就搞不懂了 你後排零食在氣血防禦 你扛不扛住住地廳 這也是個問題啊 那這把就是九離層 點了他九離層打 防止他九離層清地廳 然後用地廳輸出 但是九離層比他化身和地府都快 所以他有可能不是用寶寶拉的 而是選擇讓地府或化身拉 更大概率是地府拉 化身沒寶寶 而且化身可能要丟齒 地府用還揚拉的可能性比較高 然後讓九離來清地層 來清地層打靜層 他知道九黎城会压九黎城 所以封了一下九黎城 也是有道理的 先给个天地 出力是人光剑 你妈点杀地厅一个人就够了 一个人把满血武装给点死了 这样就显得九黎城很呆了 人光剑飞了 连了他也残甲了甲也没少残 我猜吧我觉得青星座还行 这个青星座可是太关键了 他想的是影公清一个地厅然后九黎清一个他怕万一贴的话 风银二刃两下清不掉地厅了 所以他的风银二刃他两下是跟着同一个地厅 其实也对 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地厅没人打 他九黎城用风银二刃打 结果两个宝宝都贴的话 那两下应该是打不死的 所以他集中打道理倒也没错 只是他刚好猜错了那没办法 他猜对了那就没事了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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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拆 差 托 要不要這樣 他那個四號善惡啊 剛才我記得是比我們這邊那隻慢的DT要快的 有個一尾毒漿 後續還沒打死 這卡死我了 卡到左下角的這個圖標消失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要去看少青劍湖了 猴哥已經輸了好吧 還沒打死 你們要吃東西 那些被抓到… 那麼呢…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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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地府啊 地府知道这时候都开无间了吧 应该不会延了 没必要延了 已经 这下真没单位可以清地府 好地府好像真的延了 行 蟻 膧 去 这个 这 好 好了 左下角图标没了 已经结束了 左下角图标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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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